很多人喜欢边看电视边吃零食 甚至边上班也边吃零食 没错 台湾人喜欢吃零食 一年的商机高达60亿 特别是12元聚会多也是零食业的旺季 那么零食它有这个疗愈器的功能 而哪些零食卖得最好呢 零售业者统计 第一个有可爱塔卡通图案造型的零食 能够多卖三倍 第二个定价50块钱以下的零食很受欢迎 各式各样来自国的巧克力零食 店员忙着补货上架 在这年底佳节聚会多的日子 正是零食恶小旺季 不少上班族就像这位范小姐 趁休息空档喜欢买零食结嘴馋 常常看准这高达一年60亿元的商机 特别把零食放在最醒目 最方便拿的柜台边 对男性尤其管用 一般就是会选比较方便的 对 或是看到什么就有什么就拿什么 至于女性偏爱小包装 一口接一口的小分量零食 价钱则落在25到50元之间 至于包装 最讨喜的是粉红或七彩等可爱颜色 还是充满疗愈作用的卡通图案 以网购为例 多了卡哇伊的肖像图 销量可就多三倍 我喜欢零食外包装可爱一点的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比较可口啊 除了把零食做成可爱图案 吃起来似乎更可口 现在台湾人越来越重视身材 也喜欢挑热量较低 少油少糖的零食 如果真的要吃 还偏好选包装有外语字样 来自异国的风味零食 一般口味的这个零食 已经满足不了了 我们台湾消费大众 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进了一些 就是异国的口味 特别是像日本 就是一般大家比较熟悉 不过不管是国外国内的零食 同济发现 甜甜蜜蜜的巧克力 是台湾人最爱首选 再来是酥酥脆脆的洋芋片 第三名则是有点年 又不会太年的QQ软糖 但千万别小看 这一小包一小包的零食 可是现在业者最夯的 腰钱商品之一 记者 詹品红 陆一 台北浙网报